如今德云社正式演出队伍已经有9个 德云社自2010年10月份正式分为3个演出队加1个青年队 到2021年已经发展成9个演出队加1个青年队 10个队伍成立久的已经11年了 成立最短的才几个月 不谈各队演员之间的实力 因为外行也是真的不是很懂 单说各队的人气对比其实是不太均衡的 这个从德云社团宗德云斗校社就能简单的看得出来 14位徒弟中7队有5位 5队6队和9队有2位 1队4队8队各有一位 2队和3队一位也没有 这两个队人气上确实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 不说有三位云子科徒弟的3队 2队曾经也是真正的实力 人气强队 但一年年的人气不似从前了 到9队为什么您只能听2队呢 因为2队的这些个队全在家 好 一个那么有公益的都没有 2010年9月份德云社经历风波之后重新复演 10月份宣布成立三加一演出队 三个正式演出队加一个青年队 阮云平孙岳孔云龙分别为一二三队的队长 在那一年的风香演出上 阮云平 岳云鹏孔云龙和陶阳分别代表 一二三队和青年队表演了一段 这段演出也诞生了一个名场面 那就是陶阳在台上说了句 听相声就去二队 我呢就是唱京剧非常拉丑 说相声还是看二队 那时候二队不仅有已经颇具人气的 岳云鹏孙岳这队组合 还有烧饼 冯兆阳 侯震 郎贺颜 杨贺通等实力派 更有王少丽 郑豪 谢天顺等相声老前辈 这些人可能长相不是很突出 但那时候饭圈文化还没有在相声界兴起 观众也不是奔着颜值去的 而是真正喜欢听相声才去的剧场 所以那时候的二队是人气最旺的一个队 2016年 岳云鹏和孙岳从演出队脱离出来 二队队长的职位交给了曾经的大师兄严云达 同时 德云社成立了六队 张赫伦担任队长 很多青年队的演员也调往正式演出队 其中张九龄和王九龙被分配到了二队 那时候烧饼已经成为五队队长 杨和通被调去青年队担任队长 这个时候 二队的人气其实还是可以的 2018年4月份 二队队长严云达辞职不干了 云自也还给了原工作单位 对于这位大师兄的离开 网上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严云达不满师傅一直不捧自己这个大师兄 也有说是严云达跟某位师兄弟的爱人有暧昧关系 严云达离开之后 谢金和李赫东这一队七队压轴的搭档被调去二队 刀八脸社会东接过了二队队长的权柄 这个时候 二队的阵容其实也还不错的 除了师爷和乃东 还有靖贺兰 朱贺松 上九溪 何九华这些人 而且八月份 师爷谢金和乃东就参加了相声有心人 两位人气暴涨 当然 也可能有做给那些离开的人看的 谁说的准呢 但是2019年开年 德云社各队人员进行调整 靖贺兰 朱贺松被调往五队 上九溪 何九华被调往七队 这样的人员调整 大概就是为了在队长不在的时候 让有些人气的演员撑场面 这样的换鞋让二队元气大伤 至少也是失去了一次人气腾飞的机会 虽然2020年 李九春从八队调往二队 还给春姐重新换了个搭档 但头九的几位师兄弟中 年龄最大的李九春似乎是人气最小的 不过二队似乎有点要重回月云鹏在队里的那个时期 因为月云鹏的三个徒弟中 上小菊 徐小竹 两位都在二队 也希望月云鹏的两个徒弟可以继承月云鹏的一波 带领二队重返师傅在的时候巅峰时刻